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汉朝廷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有赞同就的也有不赞同就的 司徒暴御地语定音 大汉不会扔下为帝国血战的将士 试问将士在外被敌人围困 而国家不去救援 日后谁还在为帝国血战呢 于是汉廷发兵期间 从五威抒发千里持援耿宫 终于在等待200个日日夜夜之后 耿宫的部下范枪 终于带来了援兵救援他们 此时坚守苏乐城的大汉士兵只剩下13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就点赞关注并转发吧